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明基在最新博文中表示 第二代Vision Pro的开发进程相当顺利 主要升级将集中在硬件性能和AI方面 预计Vision Pro 2将搭载更强的M5芯片 显著提升性能 并确保该设备在运行Apple Intelligence时的用户体验 同时 其他硬件规格和设计方面 Vision Pro 2应该不会带来太多变化 这也意味着相对而言 苹果不用为其投入太多开发成本 有望将节省下的成本让利给消费者 结合眼球追踪和手势控制 新一代Vision Pro基于AI功能加持后 应该会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当然 包括机身减重 以及电池性能提升这些升级内容 预计也将在新一代Vision Pro中看到 此外 由于设计没有大改 新一代Vision Pro的供应链组成 预计也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Vision Pro 2最快将在2025年下半年开启量产 至于正式发布日期 郭明基并未在报告中提及 但结合2025年下半年量产的消息来看 2025至2026年之间 应该会是一个合适的发布日期 此外 在软件方面 新款Vision Pro大概率将预装Vision OS 3系统 今年早些时候 同博设计者Mark Gurman就曾送出消息 苹果已经开始了对Vision OS 3的开发计划 Vision OS 3的开发代号为Discovery 一位发现 在刚刚发布的Vision OS 2.0正式版中 苹果带来了包括全新手势 台列应用图标以及转换3D照片等新功能 而结合苹果今年以来对AI的重视 预计Vision OS 3中 也将带来更多Apple Intelligence相关的功能 实际上 目前Meta发布首款AR眼镜也表明 AI加头戴设备趋势日渐明显 如今苹果在Vision Pro 2中 整合AI或是符合市场预期 在此之前 我们大概率会在明年率先与刺激Vision产品见面 根据此前外界爆出的消息 JDI已向苹果提供了采用GCS OLED技术 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外界普遍认为 苹果次级头衔产品预计将在今年11月确定设计 最快在明年亮相 预计次级头衔产品的售价将来到1500美元 总之 有了当下积累的市场反馈和经验 相信苹果也将对初代Vision Pro产品中 爆出的问题进行逐步解决 至于最终具体如何 还是让我们继续保持期待吧 如果说新款Vision Pro里我们还有点远 不妨来看看即将到来的新品 有没有吸引力 去年苹果在10月底 发布了配备了M3系列新片的MacBook Pro和iMac 预计今年苹果也会在10月举办一次特别活动 发布新款Mac和iPad机型 当然目前苹果还未正式官宣特别活动 现在我们先根据爆料看看苹果可能即将发布的新品 最近又想入手这类产品的小伙伴可以再等等 苹果将会在未来几周内发布14英寸和16英寸MacBook Pro机型 新机型将会搭载M4、M4 Pro、M4 Max芯片 新机型预计不会有外观上的大改变 OLED显示屏以及更轻薄的设计预计 最早要在2026年才会实现 这次苹果也会同步将iMac更新到M4芯片 预计设计不会进行更改 不过大概率会将妙空间盘等配件切换到USB-C借口 新款Mac mini除了搭载新的M4和M4 Pro芯片 还会进行重新设计 体积更小 新的外形规格会更接近Apple TV 新款Mac mini将会取消USB-A借口 同时配备5个USB-C借口 正面也会有两个 iPad mini7将会使用更新的芯片 升级的前后摄像头 修复果冻屏问题 支持WiFi61以及蓝牙5.3 当然也会有新的配色 至于高刷新率显示屏 iPad mini7大概率是不会配备的 依旧是60Hz刷新率显示屏 新的入门级iPad预计也会在10月份的特别活动中发布 主要就是芯片升级 其他方面应该变化不大 不过有消息称 iPad 11的显示屏预计10月份才会从供应商发布 所以发售时间估计比其他新品更满意些 因此也可能不会在10月份的特别活动上亮相 而是之后以新闻稿的形式发布或在2025年初发布 可以肯定的是 苹果的首批M4芯片的Mac机型很开心 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但一些型号将推迟到2025年发布 包括大家期待已经的iPhone SE4 不出意外的话 苹果明年会发布这些新品 M4 MacBook Air 预计将在2025年初发布 可能是在与M3型号相同的三月时间段春季发布会发布 Mac Studio 预计在2025年中期发布 Mac Pro将在年末发布 这些新型号将首次展示M4 Ultra芯片的强大性能 对于iPhone SE系列机型 算是小评党最后的希望了 毕竟苹果砍掉mini机型后 iPhone的屏幕是一个比一个大 然而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iPhone SE这个浓眉大眼的也判变了 下一代iPhone SE预计将采用类似iPhone 14的设计 屏幕尺寸达到61英寸 为支持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配备了A18加8GB的规格 如果你在寻找性价比高的iPhone 新款iPhone SE4将是一个值得等待的选择 这款iPhone SE可能是最具体引力的SE型号 虽然AirPods Pro 2不断收到新的软件功能 但在2025年也将迎来一次硬件更新 比如新H3芯片 将带来比AirPods Pro 2拥有更出色的主动降噪功能 再比如 可能搭载体温传感器 来实时监测用户健康状况 这些升级将使AirPods Pro 3成为 音频质量和功能性的一个重大飞跃 今年秋季发布会上 苹果连牙膏都不愿意挤 只给Apple Watch Ultra 2 先赠了一个配色来敷衍大家 但分析是过铭记预测 预计在2025年 秋季苹果会发布Apple Watch Ultra 3 不过目前没有新功能的详细信息 自首次发布以来 苹果的AirTag从未进行过硬件更新 根据爆料 在2025年 AirTag 2即将问世 AirTag 2可能搭载第二代UWB芯片 提供更精确的位置跟踪 更够使用和iPhone相同的精确查找功能 Apple Watch SE的第三代将贴持到2025年发布 预计会整合更多塑料材质 可能是为了更好的面向儿童市场 这种设计可能使Apple能够进一步降低SE的价格 或提高利润率 苹果的家居产品在2025年发布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新款Apple TV4K和带有 内置显示屏的HomePod设备的传门不断 说不定会有惊奇 除了以上产品外 我们当然还会看到一些其他大产品发布 iPhone 17系列将成为亮点 预计还会有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11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在AI和高性能芯片的加持下 你觉得苹果Vision Pro二胜算几何 你对哪款苹果新品更感兴趣呢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